大家好,我是小秋,阅读前麻烦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,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。 婚礼这天,对于秦赏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 她原以为穿上西装,娶了心爱的新娘,她就是今天最幸福的人。 可没想到,这一天会变成她最耻辱的一天。 零妖。 当秦赏第一眼看到孟杰的时候,就被眼前这位美女所吸引。 再加上孟杰活泼可爱的性格,让秦赏许下非孟杰不娶的誓言。 儿子,相亲还顺利吗?姑娘还满意吗? 秦赏已经是第六次相亲了,不是秦赏读优秀,主要是太不会讨姑娘欢心。 嗯,秦赏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 秦赏已经将近三十岁,前几年是读书找工作耽误了谈恋爱的正事。 工作稳定之后,秦赏有许多机会认识女生。 要不就是秦赏看不上,要不就是秦赏的个性太闷,没有人喜欢。 总之,这样拖位又拖。 这次相亲,彼此都对对方非常满意,并确定继续交往。 第二次约会时,孟杰身边多了一个男人。 此番操作让秦赏愣住了,哪有约会带其他人到场的。 孟杰,介绍一下,这是我的男闺蜜,最好的朋友,张帅。 既然我们都出对象了,我的朋友也该让你认识一下哦。 秦赏看着孟杰可爱的面庞,点点头。 甚至有些感动孟杰没将自己当外人。 但是接下来,孟杰和男闺蜜之间的行为,差点让这段恋情结束。 02,秦赏并不介意孟杰有异性的朋友,让秦赏无法接受的是。 孟杰和张帅的行为过于亲密。 在吃饭的时候,孟杰和张帅做得很近,还会彼此给对方夹菜。 杰,这是你最爱吃的牛排。 强子,少喝点冰的,对胃不好。 看着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,秦赏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。 但秦赏忍着,没有发脾气。 直到回到家之后,才将内心的想法通过短期的方式告诉孟杰。 孟杰打电话过来解释。 对不起,我和强子是从小长大的老铁,只是朋友而已,别多心了,不要生气了嘛,下次不会了,原谅我好吗? 孟杰撒娇的语气,让秦赏软下心来。 从此之后,张帅再也没有出现在秦赏的事业中。 随着感情逐渐升温,孟杰经常出入秦赏的家中。 经常给许家二老袋好吃的,还帮助做家务,就像一家人一样。 而啊,孟杰是个好姑娘,可要好好把握。 知道了,爸、妈,我心里有数。 秦赏打心眼里喜欢孟杰,孟杰为家里所做的一切,自己是看在眼里,非常感谢。 在一个浪漫的夜晚,秦赏向孟杰求婚成功。 秦赏认为自己要过上幸福的生活,没想到之后的事情,给了自己当成一棒。 婚礼现场,嘉宾满座,一片欢声笑语。 男方和女方的亲朋好友,悉数到场。 就连孟杰的男闺蜜张帅,也前来祝贺。 张帅提出,想要单独和孟杰聊一聊。 秦赏皱了皱眉没有吭声。 老公,我离开一会,马上回来。 孟杰安慰着秦赏,然后跟张帅走进附近的包间。 半小时后,孟杰和张帅走出包间。 原本热闹的宴席上,却空无一人。 孟杰四处寻找,都没有发现秦赏的身影,打电话关机。 这时,酒店的服务员走过来说, 许小姐不要打了,您身上的麦克风没有关, 和那位先生在包间说的话,大家都知道了。 原来,孟杰身上有一个小型话筒,为方便说试词所准备的。 因为孟杰的大意,两人在包间的谈话, 通过大厅的音响传了出来。 到底有什么事,一定要今天说吗? 音响中传来孟杰的声音,秦赏刚想关闭音响时。 接下来的对话,让秦赏愣在原地,忘了要做什么。 杰,不要结婚好不好? 张帅着急地对孟杰说。 孟杰气呼呼地说, 你真的很自私,当初你听你妈的话与我分手,害得我流产了, 现在我要结婚了,你却跑来跟我说这些混账话。 张帅解释着说,我知道你受苦了,当时我妈闹着自杀, 我也是不得已,我现在想通了。 杰,我是爱你的,你跟我在一起吧。 孟杰和张帅在包房里面推推嗓嗓, 大约过了半小时,孟杰发现待的时间太久了, 于是决定先将婚礼进行下去再说。 孟杰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小型麦克风, 双腿一软瘫倒在地。 无论是谈恋爱,还是婚姻, 都要对另一半付出真感情。 只有真心对人,才可能获得对方的尊重和爱。 如果一味地贪图新鲜,婚姻不可能长久。